台湾新冠肺炎疫情趋緩 北市府再公布場館解封條件 只要遵守保持社交距離 實名制 不共餐等三項原則 場館活動都開放 市外1000人 室內250人 人數超過江財個案送審 台北市的相關場館跟活動 只要符合這三個條件 我們原則上就是開放 目前為止例外不開放的 只有高中值以下的校園 那我們因為為了維持學校 讓他們能夠安心的上課 等到他們放暑假的時候才開放 除了逐步開放場館 北市府為了鼓勵藝文演出 也宣布文化局轄下場館 將以廠租減免方式協助藝文團體 共有四個集聚 最多可以用一折減免九成場地費 包含北流 中山堂 等 金子劇場 等所有的表演場館 我們想只要你的售票 達四成五以上 我們直接用一折的方式 減免九成的場地費 最高可以達到一折 最差也可以達到四折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們 等於說我們挺藝文團體 只要你趕快回到舞台去表演 疫情趨緩 政府解封場館及活動 加上各種止血紓困方案陸續推出 防疫之外也要振興經濟 希望能盡快讓民眾生活回歸正常 記者邮箱廳台北採訪報導 在留下的期待 能量的使用 提供可以接受到 所以就要來 到尾巴 我們會選擇 從此 渡舊 一直在